好 我们继续 刚才的话题就是讲到庄子妻死那段 另外就是芝梨叔和韦继叔的对话 两段文章最大的目的 庄子告诉大家 生和死根本就是等于一种自然的现象 他太太死的时候他和韦组说 不过不是春夏秋冬时序的变化一样 一点都不需要说起生护死 第二就讲到生命或者生长一样 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很客观地接受的话 你会懂得这种是自然的现象 所以第二段讲密戒叔那段 就指出生死根本是昼夜 就是朝早早和晚上的循环不息 是自然现象 完全不关乎其他原因 这是庄子最大的目的 有了这两段书 庄子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庄子 后世曠朝 因为由皇家封他做神的时候 配合到道家 现在奉老子庄子为神灵 这个情况 变成庄子自然坐在神台 但这个已经是他死后 一千年以后发生的事 不是他自己始终了 既然有了第二个阶段的庄子出现 有了这段书的时候 当时元朝就有很多戏曲 出来一个姓氏的史章 就写了一首原曲 一个剧本 即等于原曲就是一个戏的剧本 老庄周一枕蝴蝶梦 庄子的素材 变成戏剧的素材 就是两个元素 一个就梦 一个很出名的齐白鸣 说他自己发梦 见了一只蝴蝶 蝴蝶醒了之后 究竟我庄周是蝴蝶变 或者我当时蝴蝶变了我 或者我变了蝴蝶 就是有这样的模糊的想法 就是很出名的蝴蝶梦 这个就影响了中国文学上很多东西 粮竹 这个 很多东西 那些蒙蝶 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了 很多小学都运用这种素材 这些东西都做出来了 甚至某单名 死可以复生 作者就是说生而可以死 死而不能复生 不是自成自成 就是用这种说法来强化 他的爱情故事 高重 或者他的自爱 那种事 表达他的自爱 那种 气球 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响 但另外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读的装子妻子那一段 因为他常常得这一段 就提过他太太 可能有了这个元素之外 装子就可以变成一个气阔人物 第一 他有梦法 可以分分钟做些梦出来 第二 他有个太太 他太太曾经这样过了身 但是很多东西都加进去 当他们说元曲那时 就不仅是说他蝴蝶网 说他就把他太太的死这段文章拉进去 元朝的集剧里面 就是这套老庄周一枕胡蝶网 又叫做花间四有庄周梦 又叫做庞昂烟封叠庄周梦 为什么这么多名字呢 因为根据他的内容 来安排的 这套老庄周梦 据说这套老庄周梦 就说上天大墓神仙 就被辱帝 变在人间 这个大墓神仙就是日后的庄子 就在庄氏门里面出世 就成为一个男兵 但是呢 他就不无正业 结果呢 就上天呢 冯胡仙长呢 就害怕他迷戀 这个走息 所以呢 就带了四个仙女到下帆 准备点化他 那就是在庄周 自己的地方 酒店那里呢 引诱他 要那四个仙女 装成一种花枝中间的人物 来引诱他 准备随时点化他 那呢 经过一段时间 庄周呢 仍然 没有觉悟 那太白金星上面 上天的太白金星呢 又 特意表演很多东西给他看 令到他了解 修道的好字 是吧 脱离这种错误的生活的好字 庄周仍然是 看他 那后来呢 就太白金星呢 出来对付庄周呢 就 就 说给他听 啊 你去 找那个李虎韵呢 他可以 招呼你的 有个李虎韵呢 又是有几个女子 又是那些先人化的 就是 就 这四个女子呢 来招呼他 就看到他 一种最生龙死的生活 那 到后来呢 六王大帝呢 又派春夏秋冬 四个孙女呢 就 合作 或叫另外那些天神的示威呢 帮助庄周 学年丹 年丹 年丹道教 那些年丹的 就 如果年丹呢 就可以 就 恢復 多么 那 六帝 降旨啊 太白今天呢 把派出的那几个女主者召派回来 庄州就觉得很失望 然后李虎韵又把风蝶欣验那几个人追究庄州的责任 问他跟那班女儿交往那么久究竟有什么交代 各方面推逼他,令到他走投无路 延伸直开始各人世间很多事情 原来是花花世界,不可能是长久的 结果他接受了泰白金星出家的邀请 归回正途,将庄州的那一生人这样表达出来 完全跟他本身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属立的人 完全是相违背的 但是这个人是独家,独教的人 后期设计了很多这类的想法出来 写成这本集剧 这本就因为最早有这本集剧 然后到明朝,陈一球就另外整了一个集剧出来 就叫做庄主杜妻了 就说庄主就开始割了 受了杜的影响 变成了将他的妻子超渡,将他的妻子引渡回正途 就硬硬,这个是很冤枉的 硬硬把妻子放在对立面 放在反面的教堂那里 当他是一个要超渡的 要挽救的 这个是明朝的战旗术版 就是第1出的蝴蝶梦 这个蝴蝶梦呢 这个是明朝的陈一球 这是明朝的陈一球 他写这套东西呢 也都主要是尊阳这一类性质的东西 一共陈一球的蝴蝶梦呢 有三十二出 三十二幕的 他说庄主杜妻 他说很有趣啊 他说拉了很多人出来 包括庄主的弟弟 庄部 其实这些通通都 占国时代有名有姓的人 又强硬拉淳于坤 就是四十多人 淳于坤拉他做表弟 安排他做表弟 又说 卫子呢 卫斯呢 是他的妻子 是他老婆的弟弟 四人呢 连上庄主这四个人呢 大家虽然是相熟 但是秩序不同 卫斯呢 就应聘了做粮商 就是美国 即是两国的丞相 顺耳坤呢 就在齊国做谋事 啊 其间呢 就坐过的佛提国 顺耳坤借了那些赵兵人 退了地 齊王封了淳儀昆的官 淳儀昆推薦莊部 莊主的弟兄去俗大章軍 楚王因為聽到莊主的名氣 聽到莊州 邀請莊州幫他做成長 司馬先生也有說 邀他做成長 放進劇裏 莊州辭退不去 但他老婆給他一個名字 惠二娘 惠二娘因為莊州不肯做成長 他老婆反面 他太太說很癢 老公出頭 他另外還有一個妾侍 他叫余花 他不肯做成長 莊州的妾侍 剛剛有了 惠二娘要代他 等他滑了胎 然後他自己離開莊主 即他老婆離開莊主 他走到圍絲那裏 另外一個高人 就以化石 來點化他 以孤流 來點化他 因為後來還有一個講孤流骨 點化了莊州 然後莊州 就趕過不了 就出了家收到 修成正可 莊毛引兵佛煙 就前軍崩潰 夾身走回來 衛師就沉隆走星 因為做了成長 有權有勢 就呂五博士 被抄家 去了職 沒得勾 流浪 就創建莊子的老婆 何惠二娘 大家一起去找淳于昆 淳于昆在寧之山下面 就想個辦法 不如找那個淳之山上的道人 跟我們超道 我們去過 結果找到那裡 原來那個就是莊州 但已經得到 但是她老婆始終打扁龍陣 仍然勸莊州出來作官 楚國叫你做成長 你都推不應該是這樣 我的榮華富貴靠你了 但莊州拒絕了 拉給莊州見老婆這樣的時候 就炸死 炸掉自己死了 就用獨家所謂閉氣的方法 另外有一個謝宏儀 就寫了一篇劇本 跟這個內容一樣 就說她炸死之後 就唯二兩這個故事 唯二兩因為她炸死 然後她吸引了另一個男人 另一個男人原來是莊州化身的 然後點化她 然後才知道這件事 她老婆自殺死了 自毅而死 結果進去地獄受苦 莊州就進去地獄引導她 最後帶她老婆出來 一起同列仙班 所以她就叫做莊子杜妻 這個陳一靠雅 你看她的作品 就叫莊子杜妻 她常出戲 就在清朝都有抄本 現在在浙江溫州同宣館都有抄本 尋寒野和美朱蓉的衛治內顏色圍漾 極富貴的衛城上沉深幻海 請豪強的莊將軍一旦無上 最後接引了金丹 擔空席的莊州名列鮮香 這些都是戲曲故事 整這類東西出來的 但是其中謝宏儀那套 另外一套蝴蝶夢 都是明代的作品 這個影響很大 這個影響很大 最初也叫做蝴蝶夢 但是後來就有很多名 因為這個故事是明代的政權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寫的 另外一本故事 另外一本故事 謝宏儀 又是蝴蝶夢 但是他寫這個故事就是影響日後的戲曲的演繹 他就是屬於明代的政權作品 有人說他是無名時的作品 他說按照莊子齊密論的莊州梦迪的故事 就是想出來的 就說莊子就是老子的男子 他就想要請他做情仗 江州就不要做情仗 結果就帶了老婆去南華山 去收到 有一天江州就下山遊玩 看見一個年輕人 就在那個心臟的琵琶那裏 插線 猛攻撥那個雲獲 對著那個雲獲猛猛 然後莊子就問他 他說 為什麼你猛撥那個雲獲 他說 他說 他原來跟丈夫約定 他說要等丈夫臨死 他要等那個墓地乾了 你才會改嫁 一天不乾你就不嫁 他就當他乾 他沒有吹乾機 沒有吸風機 插線在那裏 他說快點乾啊快點乾啊 莊州就用法術幫他 用法術把他法術不停地搬 那個墓真的乾得很快 莊州用法術 說莊州有法術的 因為神化了 那個少婦就感謝莊州 把那把線送給莊州 就是撥貓那把線 那莊州呢 就拿一把線回來 回來 那跟他老婆 電視講 那 那個電視就說 那把線也很好笑的 這些女人 你聽他講話 人格都低 不應該聽到這些 他說 不知道我把線扯碎 拔了一把線 過了幾天 莊主就炸病 炸死了 炸死了 我看見他只有九人世 病了 死了死了 他又對著莊主說 哭著對著莊主說 我在發誓 我絕對不會 像你說的那個人那樣 你儘管死吧 好了 莊主就炸死了 據說用閉氣的方法 這些人是氣序病 和真實 這個是明朝的 那個姓謝寫的 謝郭 即是謝惠義寫的 他說 突然間有一個俊男 走來訪尹中州 那段時間看見他這麼俊男 整個封堂公子一樣 很喜歡他 真的當堂想說 引誘他 日罪 做他的第二任常護護護 正如說得已經交心的時候 那個假扮美 這個英俊那個 假扮認為自己 是黃宣貴族的人 他突然間說 心痛 很辛苦 他跟那個屋人說 他是這樣的 他要吃那些生人的腦 他才好得回來 不是他又死了 啊 啊 那那個 裝著那個老婆 那一條紙呢 想想 是啊 莊州剛剛死了 還是生死的 啊 立刻拿著口頭 準備 他進去官台 拿他的老婆 出來給這個英俊 這個英俊 在這個情形之下 啊 莊州 第二 翻山了 啊 莊州呢 假扮死了 第二翻山了 那個英俊 他變化出來的 啊 他幻化出來的 啊 那當堂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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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了那個英俊 也只是莊州那裡 紮備他 他只知道 自己 慘愧 慘愧死 那莊州呢 那莊州呢 他死了之後呢 莊州就是 古門二哥 原來就是 這樣唱歌 啊 啊 不是說 講什麼理論 他唱歌 那些人做事很厲害 啊 是不是 一千年前 他已經開門了 一千年 千幾年後 他還可以拿出來 他還可以拿出來 他說他 當主啊 當事啊 拿個盆出來 唱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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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代表了獨家的 那種觀點 那種觀點 學說一下 啊 那這些呢 就是戲曲 啊 所以你說 很多人 經常看大戲 看電影 看電視劇 經常就是 你講歷史 他跟他爭 我看電視劇 都不是這樣的 哈哈 你說的那些話 都不 多主也有兩座啊 一個完全沒有 世俗思想的人 都可以做過 他的思想劇 是吧 那最無辜的 是他老婆 明明二千幾年前死了 是吧 千幾年後 他跟他變成一個人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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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 這篇 集劇 就產生很多 這些戲曲出來 經劇的大劇官 是 童子 童子 做徒手的 很出名 三十年代 經劇 另外呢 就有 劈官 經盟 有一套 劈啊 劈柴的劈 劈柴的劈 你愛國官材嘛 假的 他本來拿 他拿 那個老實來的 救他 靚仔嘛 怎麼 怎麼 搞老 Unterstützung 可 可以 劈柴的劈 裏 劈柴的劈 战旗和劇本那类产生后很丰富了内容 除了装身梦蝶那种概念之外 还可以放她的太太进去 还可以放她的亲戚进去 放她的朋友进去 全部兴构了一个场景出来 所以这个亦都文学 你说她文学的创作也好 她也说好 既然有了这些戏曲 小说里面又谁讲呢 小说到明朝逢梦领 三言两拍 三言如世明言 警世通言 那几部诗里面的 第二部《警世通言》第二卷 就有一节 就是写 《庄子丘古门成大大道》 《古门成大道》 说她的庄子就是敲那个门 成大道了 《庄子丘古门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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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就已经讲一龙富贵功名的东西 好像浮门一样 《眼前骨落日非真》 《恩爱翻前仇恨》 《莫假金瓜套颈》 《丘殃我欲所贤身》 《青森寡辱铁帆秦》 《快乐功帮满返》 做一首《西光月》 这首《池丘古门成大道》 和她开筆 中间的故事 就放了刚才谢宏仪的故事 就在《庄子丘古门》那本《警势通言》里 就很详细地介绍 不说她是怎样的 她老婆又想背她 我最冤枉的就是她老婆 每个人都没想法 当时没想法 你找些素材出来 现在你发觉 我们在中国文行里面 有些有类性元素在那里 那些是特别出名的 那些写语曲那些 一到写李侯主就多了 有《小丁侯》 一到写陆游 又有她的 和老婆的关系 又有族趣的关系 一有女性的关系 他们很喜欢拿这些题材 是吧 那有些 你好像装着那些枯杖无味的 整本诗都得定 就说她老婆死而已 那些唯有作 那些人不停地想出来 是吧 那些余曲写之不尽的 陆游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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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之不尽 陈游 你才照得有很多枝 但是 你一看女性的权数 她很难落筆 有了之后 包括她的戏曲小说 尤其是《明朝》 原名以后 差不多这类的创作 返流得很厉害 那更过瘾 她梦龙还写了些东西 她说 庄主唱完歌 拨完门之后 她就入了诗诗 她说 你死我必慢 我死你必嫁 我若真过死 就是一场大笑话 你向警察通言 看得到的 这些小说 因为我现在介绍 小说里面的庄子 就变成这样的场合 庄子变成这样的 剩下南华京和陆北京两个 其他都没事了 所以 就是 这种小说 那些就是戏曲 戏曲的影响 很广泛 昆剧 粤剧 粤剧 叫做蝴蝶梦 说回汤子的东西 粤剧 粤剧 广东大戏 叫做庄州蝴蝶梦 老一脱 去年 三十年代 五十年代都有的 都有演出的 歌仔戏 旺梅调 就叫做 劈棺 京梦 劈棺 劈棺 京梦 即是 京城那个梦 京剧 叫做大劈棺 加个大字 他更劲点 大劈棺 电影 就跟墨片时代 就做到现在 我为何要特别讲墨片时代呢 接着 我就要详细少少 介绍一位人兄 这个 就黎文伟 黎文伟 可以说得他是香港电影之父 黎芝的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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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芬的阿爺 黎芬的老爸 雷芬 还有黎芬芬 是他的侄女 是黎芬芬的侄女 是他阿爺的侄女 这些都是他维家的家族 那 爲什麽 这个电影 不想 默芬时代开始呢 不仅仅 话算是1913年105年前 今日计算 在香港 黎民伟 当时的视镜发烧友 电影的发烧友 当时还没有录音 她的大佬为北海 都是大家自同道合的 她想了搞一套戏出来 叫做庄子示妻 就是为何 说庄子会广到香港 所以庄子和香港很有冤情 因为庄子示妻这部电影 这部门片 庄子示妻这部门片有很多特色 第一 兵骑是黎民伟自己兵的 但她就反串 扮女人做庄子的老婆 黎民伟就是黎芝拉奇 那时她二十多岁 英俊 她姓波 香港姓波罗中欧 毕业 她大佬黎北海 就做编剧 黎民伟做导演 她大佬 做庄子的角色 她自己就扮女人 一个一个年代 没有女人在舞台上演戏 湾南方那些男人 再对上一些 都是刚刚105年前 都没有人拍这类的东西 她就够胆去开拍 她开拍的原因 就是因为 同一个美国的电影商人 叫做布拉斯基 大家相识 很想拍一套有地方色彩的戏剧 特别是这两年有地区色彩的 两个合作 黎民伟又搞一些器材 帮助一些东西 布拉斯基又搞一些技术 大家一事即合 找同事演的罗永祥一起 研究怎样拍 怎样拍 还有一条网 当时黎民伟 太太叫盐珊珊 盐珊珊十几岁 那时很年轻 嫁了她没多久 1913 她嫁了没多久 她找她做什么 做妹子 她算那个 研坟的妹子 就是找黎芝的阿嫲 第一个阿嫲 她另一个阿嫲 后来娶了林楚楚 第二个阿嫲就林楚楚 后来娶的 以平妻身份娶的 接着是 那这个严珊珊呢 就做妹子 这部电影拍了 拍了 由1913年开镜到1914年就拍好了 但那部电影从来没有在香港拍过 香港没有公演 当时不知为什么布拉斯基带了回罗省 在罗省公演过1914年 这部电影是墨片来的 还要找人解画 他装置出来了 他老婆怎么办 真的要找人说的 曾经在罗省公演的 所以这部电影又变成什么呢 第一部有女主角 中国做的电影从来没有女主角在电影那里做电影 中国的电影就1905年开始有 但八年后才到香港1913 那八年里没有一个女性演员 没有一个女性演员 所以黎文梅的庄主老婆都由黎文梅反传 扮女人 所以黎文梅反传扮女人 黎文梅反传扮女人 黎文梅反传扮女人 就是第一出气 所以她的出气很特别 虽然没有这么做过 但是她是香港出品第一部电影 她是香港出品第一部有女性演员的电影 她是很特别人 亦都是她第一部有特技设制的电影 怎样特技呢 她原来装死个鬼魂出现 里面有一幕 因为她装死了 有一幕就说她有个魂魄出来 搞到好像广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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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由蓝政反传扮女人做这个角色 亦都是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个庄子类的电影 来拍摄电影 为何她庄子时期能够有这么大兴趣呢 当时就受着剧影响 粵剧真是当时有庄周的地方 那些演得很厉害 即是清门文初那个阶段也很多时有演出 所以他们的素材就在那个时候来到拍摄 另外她还是香港第一部 在外国放映的电影 是拿着罗省演的 是吧 那她这里很多第一部 很特别的 所以她拉这部电影 根本看处简单 但是她就 她就一直都受了人捉落 黎文蔚本来很热身 中国孙中山搞革命 当时她很热身的合力 她年轻她积极参加当时的活动 一百多年前 新外革命前后 她刚刚新外革命第三年 一一年新外革命 她一三年就拍这些戏 据说她们搞国民党搞活动 孙中山搞活动的时候 搞武装活动的时候 她不怕危险不怕麻烦 整天拿了一些影器材 到处去影 影她怎样攻打这儿 攻打这儿 怎样是为了国民的解放 来到开兵一个新的国度 她很热心孙中山先生的东西 所以曾经孙中山提过四个字给她 那四个字后来孙中山 一向有提出来的 就是天下为公 原来是先写给她 黎文蔚就命不长 她说1953年就在香港过生 在香港过生的时候 她的追悼会都将孙中山 给她的环额摆出来 是1953年 当年她六十岁 不是六十岁 仰宁写今年一百二十五岁 就是这样的情形 她的一家族里面 这么多个也都跟香港电影界里面的人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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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很特色的 所以1993年 香港电影金像奖 第十三届 就颁了一个最高荣誉奖给李文蔚 就是1993年颁给她 就是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高荣誉奖 她被称为香港电影之父 有这个原因 之后她又搞过民生影画 这个有限公司在香港 又拍过一些戏 然后把地盘转到上海 又跟很多人合作 又跟很多人合作 又拔过欧雄如仙 博文蔵那班人来做编剧 到抗战时期 她就卖了些东西 遣送职员走 跟着自己一家走到广西 避难日本子来 就延组到王荣后才回香港 但她已经身体病了 所以五五三年是过生的 她是这样的 这个都是比较有奇特的 最大能的电影圈 但她因为拍庄主戏妻 这篇是自己扮庄主的太太 因为我们今天做 《庄主妻死》这段 我又拿出来跟大家说 就是说香港 曾经有个这样的电影人 曾经用这个故事 自己身体力行 去扮庄主老婆 来做过一套这样的戏 突然以后拍了很多电影 上海又搞过联华电影公司 又和很多电影圈的人合作 又和罗明佑合作 又拍过很多电影 但她最伤是拍一套《木难从军》 就亏了很多钱 反而那一套 她是三十年代 跟着日本侵入中国的时候 刚刚战事件亂打了香港 后来才出回来 后期身体困扰了她 很可惜她只有六十岁 已经过了生六十多年了 是很久的事 黎芝是她孙女的一个 她是孙女 黎芝的弟弟 黎芝也是她的男孙 她的前年 听说现在为之 离开了她开始下去 她自己结婚 又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当然是祝福他们 这个很难得的人财 我们讲庄州 就不能忘记了 曾经有这些产生过 不是说节外生枝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可以了解 为何一个人是死人 为何我们这么正面 说她是一个哲学家 一个思想家 一个文学家 为何是这么神化的呢 她的神化是后来 死亡之后一千年以后 这几百年 甚至这一千年里面 吸引她 我想她 在天之灵 她都觉得很困扰 觉得她的世界真的很麻烦 一时又说她超度老婆 一时又说她优妻 一时又说是师父 一时又说是师父 居莫慧就是她太太 根本她没有什么 你女性就是拿这些东西来说 拿这些东西来关系 中国近几三十年 1988年中国大陆就拍了很多黄梅戏 叫做匹冠金梦 匹冠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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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州的老婆改个名字 就时常说田氏田氏 她说田秀 秀丽的时候 安个名字给她 这个是上海乐剧园 跟她安的 到2009年 就拍了一套彩色的蝴蝶梦 就把庄主道妻 改了庄主超度 帮她老婆走正路 庄主已经神化了 帮她老婆走正路 她也曾经拍过一套这样的戏 所以 我提过 现在有些年轻的学者 都毕业头长讲庄主的东西 但好像这类的东西 她们都不会涉及到 她们都不会涉及到 那麦文伟 拉妹娶了她的妇妻 叫林楚楚 这个又是电影圈的人 拉妹又帮她合作 一起搞电影事业 那麦文伟 那麦文伟 是年轻小小小的 小过盐山山的 那麦文伟一共有两个大佬 一个来北海 一个来北海 一个来海山 她有两个儿子 一个大儿子为亨 一个小儿子为石 她的女儿就为圈 孙女就为知 另外的男孙就为益 刚才说了 她的宅女就为出场 那这些都是她为家的家族的人 所以到这裏 就 麦文伟就曾经在联华影片公司 就拍了很多关于所谓 因为复兴国家的制片 她都相当积极的 她说复兴国片 改造国片的旗号 拍摄过《古多春梦》 又拍了《野草行花》 《恋爱的仪母》 《恋爱的仪母》 这部电影是请阮林玉做主角的 阮林玉 开始床皮拍的时候 阮林玉就自杀死了 所以对她的联华打击很大 打击很大 加上1937年 日本侵略中国 就开始停止了直到53年 后期有多些屈屈的情形在那裏 北京电影洗印厂 曾经请了她做厂长 她因为身体病 没有去参加她 她是这样一个人 基本上 今天我将这个话题 由庄主的货文 带了出来 側面看庄主这个概念 让大家知道 庄主怎样 转变为民间 很多话题的人物 包括她太太 但是她怎样造成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多不少 有一个人 当你神化了一个人 的时候 她就不断有些不同的意识进去 就形成一个 本来一个正常的历史人物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神化的人物 甚至有些就觉得她是这样的人 这件事呢 下次呢 我集中将那几段未讲的课文 就跟大家评测分析 如果有相关的资料 时间许好的话 我会加入 希望大家 多谢大家今天 共联练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